現在香港有一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常都是用一些 迂迴哲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Hello 大家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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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不明白 在禁足令的底下 還沒開始 限聚令的底下 開始了 今天是2020年7月27日 我是John 還有兩天 禁足令除了上班 真的除了上班 又一次禁足令 什麼 這個上班豁免 禁足令 豁免上班 這個武漢肺炎 剛剛在過去這個星期 新鮮 今天是145小時 不斷破紀錄 不斷破紀錄 越來越離譜 是不是修緊 其實我無法理解 你修緊應該是封關 除了封關 旁邊的意思是 船都要檢疫 沒有任何理據可以免檢疫 我覺得你讓他們進來 沒問題的 OK的 基於人道也好 什麼都好 但你都要檢疫 不是免檢疫 現在就是免檢疫 搞到香港一獲足 即是你每天百多宗 每天百多宗 一下子數字升到這樣 如果你當初那幾架船的人 你全部幫我抓他 有個數字 有個數字 今天張叔軍就說 在7月 就已經有47個船員 是確診武漢肺炎的 是的 四十幾個 你這裡只有四十幾個 七月而已 我們只看四十幾個這個數字 是很少的 其實如果 看數字少的 但是如果你說 只說七月到現在 你看看確診數字 我想是四十幾百 五百單 一個人十個 我先不要說其他人 那些是不是你 你四十幾個 你佔在那四百幾五百個 其實佔一成 已經是很多 你只說船員 是的 還有你說七月至今 都沒什麼意思 那你之前呢 其實針對他現在 我們都現在 其實你只是七月 你當初 就是抓了四十幾個人 兩個星期 嗯 你就知道了 你還要 他們應該是 有病徵 因為他們免檢疫 他們有病徵 你才有四十幾個 船員確診 那些輕微病徵 或者沒有病徵的人 是 這樣就不知道了 你去通街走 唉 其實這件事很頂 那他就說 這個限聚令收緊 只剩下兩個人 我們這樣 是啊 前後腳 前後腳 不要在一起 一個不貴在樓下 剛好撞到 不知怎樣拆 怎樣拘捕 那餐廳全日禁堂食 美食廣場有關閉座位 我覺得這個真是神經 我覺得禁堂食 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是啊 就是禁堂食 但是你要別人上班 是啊 那你怎樣吃東西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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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用來做什麼 我突然想不到 究竟餐廳用來做什麼 給人吃東西 供應食 現在叫供應食物 不是 我不是說他在功能上有什麼影響 而是餐廳 他本身 他日常的餐廳 他主要服務什麼人 是的 越上越區 不是打工仔 就是上班的人 其實主要也是 一般師奶 你說他會餐餐出去吃 其實也不會 甚少 是啊 有時候有時候的東西 現在是 喂 你 你 你 有人 繼續上班 但是你沒有地方給他吃東西 嗯 然後 你說 外賣 外賣 那就是全公司的人都回家幾成晚 那跟堂食沒有分別 你說我們這裡人多 大家回來吃就回來吃 混蛋 你真的去觀塘 那些辦公室 去駱駝七大廈 等一次升降機 我們在午餐時間 你等一次升降機 其實沒有分別的 就算 你說 糖吃 然後已經變成外賣 你送外賣的人 不會是很多 通常你吃飯多一個小時 可能你自己下去買 其實你等的時候 大家聚集的都一樣 都是這麼多人 然後你買回公司 在公司吃 跟你在外賣 其實沒有分別 都是這麼多人 唯一的分別就是 就是你吃 你在堂食裡 你會脫掉口罩 來進食 這個就是唯一一個 有可能 有傳播的風險 這個唯一的理據 但是其實 你在辦公室裡 唐食 即是在辦公室裡 吃東西 你也要脫口罩 其實沒有分別 只是辦公室的人 你認識 餐廳的人 你不認識 就是出的事 上來比較容易追蹤 對 對 沒有錯 出的事 比較容易追蹤 然後室內室外公共地方 戴口罩 卡普耶 說我們有齊 下個星期不知道 你怎麼值得這麼高興 下個星期只有兩個 他現在只有三個 因為他只有一個 那OK 不要哭 你很威風 你很威風 不是 你等一下只剩下你一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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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樣 這樣 室內和室外都要戴口罩 現在 他 我最荒謬的 你強制室外都要戴口罩 都算夠了 但又有豁免 剛才我們聊過 吃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你豁免 但做運動不豁免 做運動不豁免 我不要說做運動不豁免 只是說你 吃東西的時候豁免 吃東西就會脫口罩 你很難打脫口罩吃東西 脫口罩 我不懂 如果在抗疫方面去看 你最危險是什麼時候 脫口罩的時候 但又豁免脫口罩 脫口罩吃東西 其實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說全日禁堂吃 之後 為何張建宗會說這件事 吃飯會豁免 他不是一早說的 是有記者問他 如果沒有 其實有一張圖友 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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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就問他 那些人沒有飯吃 沒有辦公室 或者一定要外出吃 那怎麼辦 他一開始就說 你們可以回辦公室吃 不是每個人都有 有很多外勤 他突然想 不是 這樣說不對勁 然後他就說 可以去郊野公園吃 只要不弄髒 他說郊野公園也可以 只要不弄髒的地方就可以 那就可以了 三百個人去郊野公園吃 他都蠻好急才 這樣都被想到 然後先說 吃飯是豁免在這個 戶外戴口罩的行列之中 因為他沒有想過 原來真的要外出吃東西 即是剛才他所說 他也是馬上想的 是啊 不論你寫得明白 條例是這樣的 他說吃飯可以豁免 都是他馬上想的 因為有記者問 那真的要外出吃怎麼辦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真的要外出吃 那怎麼吃 難道不吃 沒得不吃 張建宗就說他可以去郊野公園吃 但郊野公園在上一輪的防疫措施下 已經封了 但我看見還有很多人在行山 剛剛那個星期也多 也不少 不多 因為他封得很緊 我覺得這個郊野公園 他真的不說油自可 一說黑警就頭痕痕了 是啊 我怎樣分辨戶外和郊野公園 張司長 當我看到有一個人 他坐在郊野公園外的長椅子吃飯 那他究竟在戶外吃飯還是郊野公園吃飯 要拿一張地圖出來 我相信都沒有 郊野公園是他有一個範圍的 但我想作為黑警還是先告你 當然了 有什麼留法跟我官說 那官到時幫你查到這裡是郊野公園 那你就不用給了 不過我想黑警也不會做這些事 黑警也不會去郊野公園執法 他不會 今天早上更加傳聞說 要逛街市和超級市場的人數 那誰執法一定是黑警執法 不是衛康經理嗎 哈哈 你要執法 推著龍的送貨 不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要認真執法 好像沙灘一樣 星期六日都有黑警去巡沙灘 有網民說肥沙子又不見到一把槍 哈哈哈哈 沙子在找槍 但是我知道 我看到有不少網民都在這個 我看到一張照片戴口罩游泳 是啊 也是找黑警去出氣 也有罵黑警 你也看到黑警沒有什麼聲音 我想今天早上有說過 超級市場要執法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黑警執法 我相信黑警是有反對過的 你到超級市場執法 其實你只不過是做市民的出氣袋 你去到你要別人排隊 人家當然自自然找你出氣 難道你見到一堆主婦和婆婆 你又去打他們 雖然他做得出 他一向都這樣做 他做開可以做 都熟手的 但這些他們不會做 你不要搞這些 你搞這些就搞到我們 我老婆也要在街上買菜 我覺得他們有想過街市那個 街市和超級市場 但是去到最後可能因為 其實都是搞到黑警 我想黑警有反對過的 我覺得不奇怪 黑警反對的話 通常都爭取成功的 有這樣說 這樣 所有室內室外公眾地方必須戴口罩 這樣 其實就這樣看 這些加勒措施 其實已經是 基本上都剝奪了你所有人生行動的自由 除了上班之外 譬如當疫情依舊繼續爆下去 可能越來越嚴重 那他下星期會怎樣 會不會再收緊 會不會直接是家裡也要戴口罩 家裡戴口罩也不可能 就是這樣說 我就想不到 不知道他想得出什麼 你走不到山是這樣的 這個是下沙灘的 但是走山有些地方都是這樣的 郊野公園不可能是每條路都被你封鎬 會有的 會有封的 我覺得他要想一下怎樣封三聖的海灘 封過海 我早兩天才看到 有兩個一男一女穿著泳衣 應該剛剛上水 不知走到停車場那邊 不知他做什麼 幸好你不是抗疫魔人 要不然你報警抓到他 我也想得他死 他想死不給他 我覺得由這一張圖看到 政府幫你永遠都是馬阿柏 搞你就很快 很好心機 很好心機 我覺得這些要守攻的 當然 你看多嚴密 你爬都爬不到他 只有一個蜘蛛盒 他有這些加勒的措施 但我覺得坊間在這裏討論 哪裏有得吃飯 有啊 這裏有得吃飯 哪裏有得吃飯 這個管制 但我另外一方面看 其實他做了這麼多措施 就是強制你戴口罩 一定要逼你去買外賣 其實他到頭來沒有告訴你 其實他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到你做 今天有人在公立醫院門後排隊 排斟仔 診所 凌晨5點來排隊 黃大仙 結果派了一會就派完了 因為只有100個 做那些退讓本的瓶仔 是啊 那就大糞了 如果是這樣 我相信這就是暫時 在於我們聲斗市民來說 政府唯一可以幫到他做的事 這個是 但其實他有這些措施的時候 他是不是應該 其實要想想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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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一點 就是比較文明一點的社會 我不要說自由和民主 比較文明一點的社會 他應該要想辦法幫你 他除了這個措施之外 他跟你說 你見到歐美國家 有些禁足令 他們都會補償給市民 他會給你錢 最簡單的就是給你錢 你買菜都會給你錢 但是香港做了這麼多措施 但其實他什麼都沒有幫過你 給了 那一萬元是另外一件事 那一萬元是要賄賂我們這個 反送中條例 就是賄賂我們這個掩口肺 但是他跟你說 早知道你自己縮了 他說早知道不給了 然後他說 他說這個全禁堂食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要 我明白你意思 你應該要幫一下大家 即是你不只是禁我這件事 你禁我這件事之前 你要想回一些相對的事情 去令到我可以維持到我生存 即是你禁堂食 OK 難道我真的坐牢好嗎 禁堂食沒問題 他說坐牢也未必有口罩戴 那我叫外賣呢 外賣怎樣 那是不是又要我自己去買 其實又跟你那個限聚令 又相違背 那你是否應該 OK 那叫外賣 可能你自己 找些人手幫忙去送外賣 那我不知道怎麼搞 黑警 你自己想 黑警送你 黑警按你鐘 外賣要到 不要這樣開門 不要這樣開門 那你是要的 是嗎 你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我又走到街上買 其實沒有分別 我覺得起碼的事情就是 你要我做一個時間上的所謂的禁足行為 其實不要緊 你先把關關封 你敢我腳 起碼我看到 現在你就瘋了關 即是說 接下來的日子 只要我們小心點 我們小心點 或者再要小心很多 怎樣也好 這件事就可以捱過 這個是大一點的 我說的是比較小一點 就是個人層 但其實去到這樣 你沒有東西可以幫到我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幫到你 不是幫到你 是補償給你 我叫糖吃 你叫我不要去街市買 你配給我們 把東西吃 很簡單 你叫我強制戴口罩 室外室內都要戴口罩 你派口罩給我 不是我的錢 你不派不要緊 你沒有不要緊 就付錢 因為其實到現在 剛才Billy說得好 有什麼幫助我們 就是一萬元不計 不關事 不關事 他只可以跟你說兩樣 同心口罩 還有派那十個口罩 一戶十個 一戶十個 我家裡有四個人 我當你真是人人用同心口罩 60天 用完了 沒有了 用完了 那十個 我和我派沒有分別 我當你一家三口 我當你一家三口 好嗎 一人分到三個 三點三個 三點三個 就當你一個 一四個 每人四個 當你四天就沒有了 一出四天就沒有了 其實沒有幫過 由始至終有異議到現在 全部都是我們香港市民自己 拿錢 拿心 去 所謂的同心抗疫 你的同心抗疫 其實是 我們香港市民自己同心的 沒有你們分的 你這些限聚 看完他的細節 不要被人出街 其實你限聚令 你不被人出街 大家在家裡吃飯 在家裡吃飯 又要多花錢 你這些事情其實最容易搞的 你什麼都不要搞 如果大家要收緊這個 防疫措施 大家一人多派一匹 其實就沒有交礙了 你起碼有助我解決飲食的問題 但現在就沒有 有很多人真的 你家裡 可能他的經濟能力 不能負擔每天都開冷氣 那你又不能在街上吃 又不能在街上吃 又不能在街上吃 可能一家三口四口 那你又不能在公園玩 那你又要逼著開冷氣 你叫不要出街 你叫work from home 你鼓勵大家的分空 電費哪個給 你最簡單的這些事情 這個月的電費全部免費 我們交 那就行了 你行政費又不用太多 你平時那些財政預算案都是做的 還有你黑衣的獎精星 每人收10元 每戶 其實限政費可能比自己更貴 這些都是 我的開支額外拿了 拿出來 你有什麼都不用做 你其實 他只想怎樣去限制你 我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要防疫限制 那你也會補償給我 因為他現在不斷收緊這些措施 而又不需要派任何東西給你 其實他也是一個邏輯 就是你們不能對 不關我事 是你們不能對 我當然要收緊你們的自由 你看到坊間所有的評論 或者你看到新聞下面的留言 就是知道 香港人還不知道什麼叫公民社會 那些什麼口罩 那些 你看到這些 我沒有問題的 我可以大家一起 一起防疫抗疫 沒有問題 但是我損失了的自由 我損失了的自由 你要補償給我的 剛才一開始說到物質上的損失 就是錢 其實最簡單的 其實這些東西你就可以給我的 另外就是 心靈上和自由上的損失 其實你算不到 你唯有怎樣補償 你補償不到自由給我們 那你就給錢 唯有給錢 就像剛才跟Billy 均海所說 那些港女去吃飯 她真的不是唯一的飯好吃 我吃環境 她吃環境 我去喝杯咖啡 我不是因為咖啡好喝 因為這裡漂亮 我吃環境 我吃環境 現在連糖吃 下午糖吃 都沒想到 那些港女店怎麼辦 沒想到打卡 剛才跟Samma說 最影響的 不是那些 我們平時吃的 有理方的菜餐廳 他們照可以營業的 因為外賣 最影響就是那些美餐廳 美餐廳 環境外賣不到 沒有的 哈哈 給人家照片 看著照片 插著照片 在外賣吃 外賣送蠟燭 自己回去點 送個心心給你 那些是沒有的 你沒得補償 最簡單的 其實我們人生自由被你剝削了 最簡單是怎樣 你就付錢 你唯有付錢 你唯有付錢 唯有付錢 我可以的 你一人派五皮 很簡單 我們沒有自由 你給我們自由 立即雙普選 行不行 嘩 不行 我知道我為何不補償給你 那你付錢 那你就 說多一點細節 因為細節會令你更加火燒 二人限聚令 由四個收金至兩個 同城交通公司 很體貼的 而且同住豁免 你試試同住不豁免嗎 這個好笑 你試試同住不豁免 他真的要說明 因為你不說明 黑警真的會拘捕你的 你說明黑警也拘捕你的 因為對於豬兮來說 他真的要說明 對的 他怕你不明白 可能他也擔心 那些口罩魔人 走去指於巴士 限聚令 下車 現在改了 現在不是口罩 現在是防疫魔人 其實我也歡迎這些邏輯 怎樣 最好歡迎 因為這些防疫魔人 而令到加散人亡 不過最好就不是自己加散人亡 當然 剛才說了 任何時間都禁頭吃 只可以外賣外送 強制口罩令 室內室外公眾地方都要戴口罩 吸煙不獲豁免 其實你問我 他也很體貼 他也很體貼 市民戒煙 不是 這個後話 就算我作為一個吸煙的人來說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吸煙可以豁免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你問我 我怕死才會戴口罩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怕死才會戴口罩 怕死就沒吸煙 兩件事 我看有些人吸煙吃得很長命 你看鄧小平 是呀 九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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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否替身就不知道 那些是後話 你說公眾地方戴口罩 我又不覺得 我吸煙 那一定是豁免 你連吃飯都不給了 何況我吃煙 之後給 給姐姐問兩筆就給了 在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都不能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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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星期三開始 你沒有地方可以吸煙 即是如果你在家裡不能吸煙 你就沒有地方吸煙 家裡他老婆走了禁煙令 讓我說服你老婆 他現在就說兩歲小孩就豁免 飲食服藥因疾病不能戴口罩都豁免 我覺得這個你要說清楚 什麼病 疾病不能戴口罩 上星期我看那些防疫魔人 自閉症也不行 自閉症也不行 如果因疾病不能戴口罩 他又沒有降低 其實武漢肺炎不戴口罩也可以 我頭痛 有一個朋友他早幾個月 我斷腳 我斷腳 所以戴不戴口罩 他開電單車炒了 真的斷腳 他沒有斷腳 但他就要做手術 我也不清楚他做什麼 他說做完手術之後 他經常覺得呼吸有點不暢順 他說現在出街戴口罩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不要說他因為有意外 本身我現在出街戴口罩都很辛苦 那也是 夏天熱到瘋了 我剛才在鑽石山地站走下來 走十幾分鐘 嘩 很辛苦 我一下來幾個醋 就在炒媽拆鞋 很熱 他連續兩個星期 浩潔天的警告破紀錄 有破紀錄 這個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青松 呼籲市民值此機會戒煙 這些就是黑咎人爭 你在這個時候來勸我戒煙 你一下子就禁煙 你就趁這個時候 是不是 浸煙沒有碎收 浪費氣 你不要說話 這個糟糕一定是吃煙的 陳松青 真的肯定 我都想趁這個時候吃戒煙 真的肯定 其實最好的 這個道德高地 肯定沒有人罵 霸了 是啊 霸這個道德高地 你就趁這個時候全面禁煙 不准買 好 不准吃 立即立法 他搞什麼煙箱才說 還有多少個煙箱 真的很多 神經病 還用你嗎 地產商也不是很多 你先搞定 神經病 那些真的是大茶飯 煙還有什麼大茶飯 煙大茶飯 煙大茶飯 試煙大茶飯 不是煙 煙箱很多錢 你不要只看香港市場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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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美國煙箱關我的事 就是關事 這個時候就關事 除非我們只能吃駱駝 中華 中華 人文 那些就關事 那些是燈梟的美國 英國 還有我又覺得 你禁我 其實我這樣 我有時覺得 你現在的這些所謂的防疫措施 你給我的感覺 就是什麼 只是玩東西而已 是啊 我覺得是啊 今天我在其他群組裡 都有人說 其實他這樣做 為什麼總是不禁船 我們撇除了董建華的關係 為什麼不禁船員之外 我其實很簡單地跟他說 因為林鄭要報復 現在是報仇 我們搞到他怎樣 他說有什麼仇報 我們搞到他連外國國籍都快沒有 他不玩回我們 對的 其實以林鄭月娥這種小人心態 他真的有受報仇 你想想 林鄭月娥一個 可能有其他人壓著他 現在整個政府都要報仇 就是整個政府的官 都被我們搞到雞毛俠血 其實 我沒得回家 你們都沒口吃 是啊 對於當權者和執法者 黑經來講 其實可以的 可以的 我繼續 你給我權 我在前線 對勾市民 爽 對於黑經來就爽 我想 其實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只是覺得 你叫我做我就不做 你吹嗎 是 喂 禁足令是誰說的 林鄭月娥自己說的 最初是他先說的 對 之後就說我們做謠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他在記者會上 是有他自己先說的 他說可能會考慮 是啊 禁足令 之後就說人造謠 其實很明顯 他有放個風出來說 禁足令 然後看到坊間說 對呀禁足令 然後他就說 我就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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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給你安樂茶飯吃 是啊 禁足令 其實他心想 禁足令 也是想搞到你沒有安樂茶飯吃 是 我現在就做點不做點 讓你更壞 是 根本就是報仇 如果你要跟我玩這些 我就跟你玩這些 戴口罩不能吃 誰說的 我開個洞就可以了 防不防得 你漂亮得我 你自己的檢疫系統 喂 你好像吳君如這樣 這張照片 我準備兩口罩 我吃煙才戴這個 你在吹醬嗎 這個是劇照 劇照 這麼容易的劇照 對於林鄭也好 官也好 我喜歡這張圖 其實這個抗疫期間 對他們來說 影響不大 他們平時會出公眾地方 不會的 室外地方 太陽底下的地方 都甚少見 通常在室內 在禮賓府 或者政府准報 或者可能去一些私人地方 平時張建宗去哪裏吃午餐 半島那些 那些 劉明偉就說吃sandwich 文化那些 可能 不會去到 沒有的 那些沒得到堂吃 那他們怎麼搞 張建宗那些不會去這些地方 或是政府總部有廚師 即是遊艇會那些 我想他們現在不會出入上流社會的地方 要不去跟那些拆鞋子圍圍圍圍圍 但如果真真正正上流社會出的地方 我想他們不會去 不會去 要被人笑 張局長 這麼有空我們吃飯 張司長 可能他也是這樣 張局長 不是張師長 最壞玉敏 你搞得沒得做局長 叫我鐘仔就可以了 避免避免 以前港英時代仍然是精英和商流社會交流 但你現在去到富家老鼠 人家的心都不想和你打架 英國的房子怎麼搞啊 密密表面跟你客氣 一定的 轉面就笑你了 去年都叫你放了房子 他們又不聽 傻瓜 不怕的 英國人只有嘴巴 這些防疫措施對這些官員來說真的毫無影響 他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 是對你們的市民有影響 所以他們現在 掩著嘴巴 丟來流尾 該死吧 搞夠我嗎 我現在又有時間搞你們 至於這個防疫 我也覺得是另一目的 是 其中一個 我覺得這是最終極目的 張建宗還沒有說得很實 但他們也說 希望選舉能夠安全有序 形容聚集的風險十分高 你問我就覺得 你在初選 因為其實你在這個狀態裡 你說在初選的那段時間 即是那兩天 你能夠沒有事沒有幹 平平安安 其實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幸運的 沒有事沒有幹 平平安安的意思 即是沒有黑警狗 我的意思是沒有有人因為這個聚集而感染 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你那時候不去驗就沒事 但我覺得有一個分別的 就是什麼呢 即使我們是聚集 即是初選那兩天 但每個人都戴足口罩 我眼看的都會戴足口罩 你戴都不會進去 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所謂的感染群組 什麼默德鑼 默德鑼 國慶去聚餐 那些真是不能戴口罩 由頭到尾都沒有戴 由頭到尾都沒有戴 即是那些開旋批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堆 不是這堆 這堆你也不會想去 是啊 我剛剛才留意到 卡普利可能想去 都沒有用 都不會理會他 可能 起碼要摸在肌肉 卡普利說 為什麼你今天這麼針對他 我怕他會刮他 不是針對他 只有卡普利打招呼 你說好像這些 這些 你在做什麼 我懷疑這個 你看著圈子 這個是榮心樓 有一個長者的安老中心 都是在榮心樓 張木頭 不是這個是龍亨長者之家 龍亨村的 長者之家 都是榮心樓 我懷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傳染他 我想反過來 我想這班長者安老中心 我想反過來 你想反過來 這個是報應的 我也想 但我覺得為什麼他們沒事 大家都在同一個位置出現 他們沒事那些長者有事 這個是7月18號的事 因為這班年輕人 所以他們沒有病發 沒錯 其實大家為什麼這陣子 這陣子 這陣子多了這麼多 老人家 除了老人家 多了這麼多病患者 其實都跟現在 你剛才所說的 政府派瓶子去驗 那些人排隊去私家診所去驗 其實很有關係 我覺得是驗得多 就中得多 是合理的 你想一下 你剛才說今天派瓶子去驗 如果你要驗的話 你要每天都去 你今天驗了沒事 因為他不是癌症 你驗了沒事 就一年去之後才去驗 這個是傳染病 你今天驗了沒事 不難保你明天沒事 其實我覺得你要派瓶子去驗 其實是一個很愚蠢的事 張竹君之前都有說 黃之最喜歡聽的張竹君也有說 叫沒有病徵 沒有特別事的人 不要去驗這個 因為會加重負擔 我今天看的那些 我看到有年輕人 訪問的年輕人說很擔心 比我們年輕 二十多歲 很擔心 我心想你擔心些什麼 你今天驗完你今天沒事 你明天又要排排 日日驗 你真的日日驗 可能他打算去英國讀書 那你可以去私家醫院排排 如果是 貴的 那你不要跟基層搶 你不要幫他鬥 去訪問他的時候他都會說 很害怕 我覺得 不要幫他 你傳染病 你這樣驗 其實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你今天沒有事 不代表明天 你以前有什麼流感 我明天就走了 你不會驗自己有沒有流感 你最多打預防針 你不會驗自己有沒有流感 你反而現在死亡率低那麼多 還有很多沒有病徵 但情陽性比較輕微的症狀 你反而去驗 你會不會覺得太奇怪 他派給你你也會覺得奇怪 我覺得他說 這幢大廈有人敢驗 很多人敢驗 那你這幢大廈驗 那我也覺得很合理 因為你可以盡快找到一些人出來 但不是 他告訴你 這一區有很多人 但是之後 整個區就去驗 那範圍會不會太大 那範圍太大 之餘你今天驗了 你明天也可能會再驗 所以為什麼黃大仙那些津珍這麼快派了 因為潮雲山多確診過我 你在那幢大廈 那你就在那幢大廈驗了去 有就馬上拿走 因為他真的在那裡感染 最慘就是一幢大廈只有一個人感染 然後整幢大廈驗 那你都情有可原 你都情有可原 你要傳染 其實傳染了 因為那個人已經被抓走了 但是你整個黃大仙 要是你就全部黃大仙的市民都驗了 嗯 那你就找到一些帶菌 那你就OK 100個 那你做不正那100個 那怎麼辦 那你就去驗了 是 重要的 你如果不是100個 可能你驗100個的話 你驗100個的話 就是你驗100個 你最好就馬上要知道 即是你馬上要當日結果 不要隔三天 那我三天的真空那怎麼辦 又驗一次 不要處 不是這樣的 大家是要很小心 但不要恐慌到這樣 恐慌到你做的事情 其實一點都不合你自己覺得的常理 其實你看到政府推出來的那些收緊措施 加上那些抗疫魔人 抗疫魔人那些留言 你看到整個社會已經離蠻著一片恐慌 這個我覺得是政府最想看到的 你們首先就是 共產黨最喜歡 大家害怕 人民兜人民 大家害怕 就是你捉 不用黑警捉 我在網上批鬥你沒有戴口罩 你在街頭就吵咬他不戴口罩 他最想看到這件事 還有大家的精力已經忘了社會上發生的事 大家都是忙著搶口罩 現在搶瓶仔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你一個黃大仙這麼大 你現在是驗完整個黃大仙 你又不是 你只是驗一百個 你驗來把鬼嗎 這些是沒有人管的 有個旅遊巴 有個旅遊巴 有市民看到了 有個旅遊巴 放了一大堆大陸兵下來 兩行團 一落地 第一時間就是什麼 全部都站在路邊吃煙 我先不說 究竟這班人是從哪裏來的 你們是否應該是去隔離 你現在來香港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隔離 他是不是免檢疫他們 我想他們去隔離 都是去酒店隔離的 但什麼都不說 在街頭吃煙 隔離期間 你不會在街頭吃煙 你不是一個半個偷走 一團人 一團人 放團餐 然後在屯門 也有個區議員 也有回報過元朗 也說有幾個 戴著手帶 你不是在街頭買東西 然後有人報警 然後他們說 因為他們要去隔離 要買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政府做得不好 這個政府做得不好 你知道隔離的人都需要日用品 其實你應該要準備定給他們 而不是讓他們下來很徬徨 那我真的要買一些日用品 然後他又跟你說 不是啊 他們的要求真的很奇怪 那你也要滿足他的 你也要滿足他的 唉 我覺得有人重溫這條片 重溫這條片真的很 我覺得自己很慘 我覺得自己很慘 他說是釘蟹 那年他穿了草回來香港 他們說每天不是家 就是超市和街市 去這兩個地方 走遠一點都怕被警察抓 和我們現在一樣 和我們現在一樣